县令的走道前 原末明初的时候 胡孝任山东昌义县支县 一天早上 胡孝升堂问岸 这时王家山的大财主王道明 上前递了状子 状告同村的王成 说他没有火象 却硬要抢走 火象就是几家共同走的通道或胡同 随着状子还递上十两银子 胡孝不动声色 吩咐牙医们传被告王成到案厅审 王成来到后 胡孝问他 王道明所告是否属实 王成说 王道明所说纯属诬告 请大人明察 小人世代居住在王家大院 怎能反而没有火象 那王道明想抢买小人的房子 小人不愿意 他便捏造事实 说家父在世时 曾经以八十吊钱 把走道点给了他 现在要我拿八十吊钱来数走道 否则不让小人走道 这分明是王道明仗势欺人 想借此讹诈小人的房子 请大人替小人做主 胡孝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 他转身问王道明 你说他没有火象可有证据 王道明说 那年恰逢灾年 王成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王成的父亲便托人求情 把火象以八十吊钱点给了我 我看他家困难为人忠厚 扔许可他家行走 谁知他父亲死后 王成拒不承认 还诬陷说我讹诈他 现有初点契约 还有当初在场的钟人 请老爷当堂查验 胡孝接过契约一看 墨尽新鲜 便问王道明 这张契约是何时写的 王道明说 三十年前 胡孝吩咐把证人们都传上来 几个证人上堂来 异口同声 有鼻子有眼地 为王道明作证 胡孝心里明知 这契约是伪造的 这几个证人 都是被王道明收买了 来做假证的 可他却一拍金堂木 朝王成发起火来 声言色利地说 大胆王成 你父亲三十年前 已经把火象点给了王道明 现在物证人证据在 火象属于王道明 你如果想从火象中行走 就拿出八十吊钱来 把火象赎回来 王成一听 又急又怕 大喊冤枉 胡孝又一拍金堂木说 辅债子还 天经地义 王成 你由何冤去 停了一下 他看王成 垂头丧气 无可奈何的人态 又问他 你是不是没有钱 属火象呀 王成连连点头 胡孝说 没有钱 别着急 立下字句 本县可以借给你 八十吊钱 接着 他对王道明说 现在本县 替你们立个字句 说完提起笔来 写道 李约人 王道明 愿将院外走到 交还给原点人之子 王成 收回点金 八十吊整 经县衙公断 当堂对付 从此以后 王成子孙 世世代代 可在此象中行走 任何人 不得干涉 胡孝写完以后 让他们签字画鸭 最后 盖上了自己的印章 他把契约交给王成说 你拿着这个 回家去吧 又对王道明说 你在大堂里等着 我去给你拿钱 王道明站在大堂上 等啊 等啊 一直等得日坠西山 也没见胡孝出来 给他送钱 他鸡肠碌碌 头晕眼花 这才知道 自己上了支县的当 却又不敢离开 等到天黑下来以后 胡孝才慢慢地 迈着方布走出来 王道明哭丧着脸 对胡孝说 老爷 钱我不要了 求你放我回家去吧 胡孝看他一眼说 钱不要可以 但你上我的大堂 也得给我火象钱 王道明哭笑不得地说 老爷 自古以来 这衙门大堂 哪有向人说火象钱的 胡孝说 王成从你家门前走 你向他要火象钱 你上我的大堂 难道不许我收 你的火象钱吗 今天你不拿出 火象钱来 就别想离开这 王道明心想 真触了眉头 不论怎样 还是赶快离开这吧 他对胡孝说 老爷 我没带钱 你要多少火象钱 我回家去拿 胡孝摆一摆手说 用不着回去拿 我要你八十吊钱 只要你立个字举就行 王道明毫无办法 在胡孝的授意下 只得写道 立自人王道明 今已王成属火象的八十吊钱 抵县衙门大堂火象钱 从此以后 子子孙孙再上公堂 不用再拿火象钱 王道明立完字句 转身想走 胡孝拦住他说 王道明 你身为乡绅 应该注意明解 你那点气 字迹新鲜 分明是伪造的 那火证人 定是你花钱买通的地痞流氓 告状时还附有十两银子 分明是想贿赂本县 今天本来可以判你 讹诈诬告 贿赂官员 本县念你年老体衰 一时财迷心窍 就不做追究了 那十两银子 本县替你上缴国库 希望你从今以后 自重自爱 不许再欺压百姓 讹诈邻礼 王道明听了 吓得浑身 战战兢兢 连忙磕头认罪 从此以后 他再也不敢 作威作福 欺物邻居了 婆媳的名声官司 清朝的时候 太原有一户人家 只有婆媳两个寡妇 在那时要求女子三针五裂 女子守节算是一种美德 而她们婆媳一同守节 在当地更是为人所称道 忽然有一天 婆婆到官府告状 控告儿媳与人通奸 败坏了她家的名声 知县也久闻 他们婆媳二人一同守节 很是敬仰 今儿个 却没想到婆婆来告儿媳通奸 便将婆婆传上堂来 问道 你状告你的儿媳与人通奸 可有什么证据吗 知道那奸夫是谁吗 回大人 那奸夫总是半夜三更偷偷溜来 天刚亮就跑了 我实在看不清是谁 不过 大人只要审问一下我家儿媳 自会清楚 婆婆答道 知县随即传来了媳妇 媳妇看见自己的婆婆站在堂上 似乎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第一声问道 婆母 您在这里做什么 婆婆转过头去 根本不理她 只听堂上支线啪的一声 一拍金堂木 喝道 那奸夫是谁 还不赶快从拾招来 媳妇听罢一惊 目瞪口呆 没有作声 支线大怒 又猛拍金堂木 正欲喝令左右动行 只见那媳妇扭头看了看婆婆 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道 回禀大人 那奸夫是东向的狗子 与婆母私通已有数月 民女不敢隐瞒 支线听了顿觉蹊跷 那婆婆在旁却不禁叫嚷道 好你个小淫妇 小骚祸竟然反咬一口 支线一众眉头连忙喝道 肃无尽 公堂至上不得放肆 然而再审媳妇 她仍然一口咬定 那狗子是婆婆的肩夫 与自己无关 支线只好命人速去 将狗子提来 不多时 差役将狗子带到 支线见她那副贼眉鼠眼的样子 料定她不是个好东西 便对她大声喝道 狗子 你可知罪吗 小民不知大人指的是什么 狗子答道 大大恩 你这刁民 你与他们婆媳二人 哪个私通 还不从事招来 大人冤枉啊 我可是清清白白的呀 肯定是他们婆媳不和 拿我来胡言诽谤 狗子狡辩道 一个县中有几万人 为什么单单冤枉你呢 必是你自己没有说老实话 来人哪 先打他二十大板 话音刚落 差役便手指板子走上前来 将狗子按倒在地 不等打到二十大板 那狗子便连声求饶道 我说 我说 我见他们家媳妇长得颇有几分姿色 家中有无男人便起了银心 不想那小媳妇也正有此意便勾搭上了 知线听罢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命人给那媳妇上行 逼他招供 然而他打死也不肯承认 与那个无赖狗子有奸情 只显无奈 只好判决将他赶回娘家了事 于是 媳妇被赶回娘家 不仅周围的邻居 指责笑话他 就连自己的兄弟 也常常给他白眼看 觉得他丢人现眼 媳妇不甘示弱 又上诉到知府衙门 谁知知府那里的审讯结果 也同在知县那里一样 媳妇一怒之下 竟一头向衙门里的柱子上撞去 撞得头破血流 吓得知府不敢结案 恰巧 有个资川县人叫孙柳 近时出身 正在太原境内甘县任知县 平素被公认为断案的能人 于是 知府便将此案发交孙柳审理 孙知县拿到案卷后 反复研究 认真思量了良久 然后才命人将人犯提来 待人犯已到 他只略略审讯了一番 当然 又是和以前完全相同的结果 然后就把他们都收入监牢中 一切安排就绪后 孙知县命令差役们 准备好许多砖头 石块 刀子和锥子之类 供下次审讯时使用 差役们都觉得很奇怪 不明白孙知县为什么放着县城的各种刑具不用 单单单要选择这些不属于刑具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断案 然而既然之县有令 也就只好遵命行事了 第二天 孙知县升堂 差役们将孙知县要的刑具都已准备停荡 都放在大堂之上 于是孙知县传令将案犯带来 又一一大致地审问了一下 然后对那婆媳二人说道 这件事也不必非搞得水落石出不可 你们婆媳二人贞洁的美名也是远近闻名的 通奸的妇人虽还不能确定 但奸夫已肯定是这个狗子 无论是你们二人中的哪个与他私通 本官都以为是一时被坏人引诱 误人歧途罢了 因此 罪责其实都在这个无赖小人身上 是他害得你们吃了这样的官司 坏了名声 现在堂上十块刀子之类都有 本县做主 你们可以拿了去打他 婆媳二人听了 都迟疑着不敢下手 孙知县知道他们是怕打出人命 便说 不用担心 打死了 由本县做主 于是 婆婆和媳妇都捡了石头去砸那个无赖 疼得狗子嗷嗷直叫 过了片刻 孙知县又火上浇油地说 这里还有刀子 用刀子砍它 等到 等到婆媳二人拿了刀要砍狗子时 孙知县却制止住他们 大喝一声道 我知道谁是淫妇了 来人 给我刑具伺候 说吧 孙知县用手指了指婆婆 婆婆仍然不肯认罪 大喊大叫 孙知县端坐在堂上 威严地说 我让你们用石头 砖块 打那无赖石 你还不算太犹豫 但也只是竟挑些小石子 去打他的臀部和腿部 无关要害处 做做样子 而你的儿媳 则拼命捡最大块的石头 恨不能立刻把它砸死 可见他早已对这无赖恨之入骨 恨他白白糟蹋了自己的名声 后来我令你们用刀子去刺他时 你的儿媳立刻拿起刀子 直奔那无赖的胸膛 而你却迟迟迟迟 拿了刀子半天也不肯下手 这些已足以表明 你与这无赖私通 却还反咬一口 一番话 说得那婆婆无地自容 垂头丧气 不时地还能听见 从地上传来狗子 哼哼唧唧的呻吟声 原来 婆婆虽然已是半老徐娘 然而风韵犹存 常年首寡终于耐不住寂寞 暗中和狗子勾勾搭搭搭 媳妇自然看不过去 可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就悄悄在院门 后窗和墙头等处加以监视 破坏婆婆的私情 婆婆恼羞成怒 几次找借口 要将媳妇赶回娘家 然而媳妇 却从不听她摆布 闹得两个人 经常为此事而争吵 婆婆想 这样经常吵闹 不仅妨碍了自己的好事 时间长了 弄不好 还要把事情张扬出去 丢自己的老脸 于是 有一夜 她便和狗子商量好了计策 想以此达到将媳妇赶出家门的目的 一旦扫除了这块绊脚石 两个人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每每想到这里 他们都暗自为自己的妙计 而得意洋洋 不想 这天衣无缝的阴谋 却在孙芝县的手中 破产了 蜡象捉贼 美国纽约 有一枚价值十万美元的钻石被盗走了 私家侦探摩根 负责追回钻石 据他调查 窃贼是摩尔和拳击手希尔 但对于这一切 他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中午 摩根正在休息 仆人忽然进来报告 说有一个叫摩尔的客人来访 摩尔 摩根冷笑两声 他叫仆人 先把摩尔 领进客厅 一个钟头后 再把警察带来 半分钟后 摩尔进来了 他关上门 环视了一圈屋子 他发现窗前 安乐椅上方的头和睡衣领子时 大吃一惊 接着 摩尔咬紧牙齿 面露凶光 举起手杖 准备一拐杖砸下去 不要打坏他 摩尔 摩根的声音出现了 摩尔的手一抖 拐杖落在地上 这个玩意儿不错 摩根从卧室走了出来 将安乐椅转了一圈 瞧 这是一位英国雕塑家 为我做的腊人 同我一模一样呢 摩尔拾起了地上的拐杖 我不管是什么辣人 我来是想跟你谈一谈 我们之间仿佛没什么共同语言 摩尔满脸怒容 昨天一个老头子 今天一个老太婆 摩根 你可真会化妆 我问你 你凭什么要跟踪我 摩根给自己倒了杯酒 抿了一口 摩尔 你不是个好演员 别装算了 你应该知道 我的职责是什么 摩尔冷笑两声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 钻石在哪儿 你别做梦了 摩根从抽屉里 取出一本厚厚的日记本 扔给了摩尔 这里面记录了你犯罪的资料 摩根吸了一口烟 慢条思理地说 我找过钻石加工商 爱奇 他已经告诉警方 你找过他 但他不肯为你分割 摩尔 你的事已经败露了 摩尔清金暴胀 浑身冒汗 所以我只要把本子交到警察手上 你就得坐二十年牢 摩尔 那可是二十年牢啊 你尝过坐牢的滋味吗 那真是另一番滋味 摩尔沉默无语 摩尔 我知道你和同伙西尔一块来的 要不要请他进来 一块商量商量 摩尔攥着拐杖 目光中充满了敌意 摩尔拍拍睡衣口袋 口袋里有一个鼓鼓的东西 摩尔 如果你们不老实点 我口袋里的枪可不是吃素的 摩尔叹了口气 便趴在窗口 喊起了希尔的名字 片刻功夫 希尔也进了屋 摩尔根根本不正眼看希尔 只是丢下了一句话 你们好好谈 谈好了再喊我 我在卧室拉小提琴 说完 摩根退出房间 带上了门 摩根刚带上门 希尔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你刚才怎么不杀了他 现在动手还来得及 希尔边说边检查着房间 他看到帘子后的蜡像石 叫了起来 这蜡像做得太像真人了 别管这些 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刚才是想杀了他 但这家伙有枪 如果打起来 等于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警察听见枪声肯定会跑过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对策 摩尔拍拍后脑勺 思索了一会儿 我们只能跟他拼命了 其实钻石就在我的口袋里 今晚就将他送出美国 在星期天以前 可以在古巴把他切成四块 哦 希尔 你先带着钻石走 我告诉摩根 一个假的藏钻石地点 等他发现上当的时候 我们已经到了古巴 希尔焦急地说 你快把钻石拿出来 先给我看看 看什么看 等到了古巴 你打算怎么弄就怎么弄 希尔取出了装宝石的袋子 突然摩根的蜡像跳了起来 一把抢过宝石 摩根一手拿着宝石 另一只手用枪顶住摩尔 两个盗贼吓了一大跳 不知所措 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 蜡 蜡像怎么变活了 摩根把钻石收好 说 你们太马虎了 我的卧室还有一个门 直通着帘子后面 我让留声机帮助演奏小提琴 然后我就装成蜡人坐在那了 你们根本没想到吧 希尔听完这话 气急败坏地扑了过来 希尔举起手来 说实实那是快 警察已经赶到了 希尔一见 无可奈何地举起了双手 诚实地受害人 每过一段时间 银行都要销毁一批旧币 这些旧币有的缺边扫脚 有的陈旧不堪 实在不方便流通 这些事情都是要由银行派专门人员送到指定地点 比尔先生就是专门负责这件事的 但这一天 比尔出了大事 他押运的车厢中的钱袋被人抢走了 里面装着约三百万的旧钱 警察局得到报案后 立刻派出了最精明强干的警长雷尼 雷尼在这个城市中可谓众人皆知 他抓获的罪犯没有一千也有五百 大家都称赞他有一双鹰一样的眼睛 雷尼接到命令后 立刻带着助手赶到现场 因为查案的需要 这节车厢已经停在铁路的一个拐角 丢失钱袋的比尔先生正倒背着双手 在车厢前走来走去 如果抓不到强盗 找不回钱币 那麻烦可就大了 比尔看见身穿警服的雷尼 满脸愁云地迎了上去 雷尼并不着急要比尔介绍案情 而是打开火车车厢的门 开始了现场检查 经过仔细检查 雷尼发现在靠近车门的地方 有两只只抽了一半就扔掉的烟头 他弯下腰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夹起烟头 放进了随身所带的塑料袋里 准备回去化验 进了车厢 里面乱七八糟的 好像有人在这打斗过 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检查完现场 雷尼除下白手套 静止朝比尔走去 比尔正抱着头蹲在地上 雷尼刚才就注意到 他的头发蓬乱 脸上有一道血痕 衣服也烂了 非常狼狈 比尔一抬头 看见了警长雷尼 他慌忙站起身 向警长讲述了事情经过 我和以往一样 单独一个人坐在一节豪华车厢中 昨天上午七点三十分 上次交给我三百万元的旧钱 吩咐我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 我就把钱袋放在小桌子下面 这样便于宽管 都怪我太疏忽大意 比尔边说 边懊悔地用拳头 捶自己的脑袋 大约十一点十五分左右 我正准备着 下一站要搬下去的东西 忽然听见有人敲门 我就去开门了 虽然按规定 不许给任何人开门 但我以为是乘务员 想到这儿 我觉得我真该死 那么你还记不记得 是怎么样的敲门声呢 先是轻轻地敲了几下 然后又是重重地敲了几下 我就去开门了 那么你到底有没有看清楚 敲门的是什么人呢 雷尼警长 深深吸了口香烟 问道 我不知道 他们有两个人 都照着面具 只露着两只眼睛 我还来不及辨认 他们就冲着我的脸狠狠一拳 哦 对了 这两家伙都戴着黑手套 站在一旁的助手 快速地记录着比尔的话 警长雷尼 只是两个胳膊抱在一块 默默地听着 想象着当时的情景 就一拳我就被打晕了 那个大个胖子一言不发 掏出一块破布 堵住了我的嘴 另一个小矮子 从腰间摸出绳子 把我捆了起来 我想喊喊不出 想跟他们拼了 但又动不了 只好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把钱袋 扔给车厢下面 接应的铜火 雷尼突然指了指 比尔的脸 打断比尔的话 问道 你脸上的口子 是怎么回事 是大胖子打我的时候 指头上的戒指滑的 那戒指上面 还镶着一块蓝宝石 你讲得非常清楚 雷尼从口袋里 拿出香烟 递给比尔说 来 抽支烟再弹 比尔直白手 对不起 我不会 你不会抽烟 那车厢里 怎么会有两个烟头呢 是那两个强盗的 他们进门时 嘴里各掉这根香烟 雷尼脸上露出了 怀疑的神色 比尔忙争辩道 我不骗你 是我亲眼看到的 雷尼扑哧一下笑了 他说 你真是个老实人 大概是第一次 干这种事吧 连撒谎都不会 我问你 前面你说 他们都戴着面具 戴面具的人 从哪能抽烟 还有 你看见他们 都戴着手套 但你怎么又能看清 手套里的戒指呢 好了 回警局再说吧 比尔一听这话 立刻大哭起来 被坟汽车里 留下的证据 秘密谍报人员X 开着车在上坡的 急转弯处停下来 关掉灯 引擎就那样开着 手表的夜光针 正好指着夜里一点钟 再过五分钟 军司令部联络官 将去K基地 送新的导弹配置命令 车将从这里通过 为了盗取这一秘密文件 X半月前潜入该国 这条公路是通往 位于山上的K基地的 专用道路 所以夜间很少有车通过 不久 在业务弥漫的前方黑暗处 有灯光出现 正向此靠近 就在车渐渐开进 距离只有十几米时 X打开车灯 突然迎上去 挡住了对方的去路 对方措手不及 急忙转动方向盘 紧急刹车 但没有杀柱 车撞破防护栏 翻下二十来米深的山谷中了 原想汽车受到这一冲击 会引燃汽油着火的 但车则翻了两三下 撞到了岩山上 停了下来 X将车藏在道旁的草丛中 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装汽油的容器 下到山谷 联络官铺在方向盘上 已经死了 一个黑色的皮革包 从打碎了的车窗中掉出来 X从联络官的身上找到钥匙 打开皮包 用高感度红外线照相机 将导弹配置计划的机密文件 拍了下来 然后按原样将文件放回包中 扔到车里 再将容器中的汽油 浇到车子上 用打火机点燃 火一下子烧了起来 瞬间 车子被熊熊烈火包围了 X拿着空气油容器 回到公路上 迅速开车离去 第二天 X在电视新闻中 看到那车被完全烧毁 尸体和皮包 也都烧成灰烬时 便放心了 人们一定认为是司机在驾车时打盹 将车翻到山底 而引燃汽油燃烧 造成车祸的 X将拍下的机密文件的胶卷 送往本国情报部后 很快就收到了本部的秘密命令 命令的内容是 敌方已对那起事故起了疑心 开始秘密调查 诉归国 如果敌方发现那起交通事故 是人为所致 必定更改导弹配置计划 那么已经到手的胶卷 也就没用了 我干得很谨慎 不会留下马脚的 X不由得自言自语的 那份机密文件 X只是拍了照 拍完后 用原样放回皮包中 即使皮包中的文件 没有被完全烧毁 也不会引起对方怀疑的 X反省了那天深夜的行动 确信从头到尾 都没有出现疏漏和失误 就连阻挡汽车前行时的 汽车轮胎印 也都去得一干二净 况且行动时 又无其他车通过现场 自然不会有目击者 那么 到底是留下了什么证据 而引起对方的怀疑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 事后 另一个间谍从敌国 带回了关于那次事故的 绝密调查资料 原来 汽车的油料表 在冲撞中会停止转动 经检查 X的汽车油料表指针 接近零处 也就是说 油箱里几乎没有汽油了 而车体和尸体 在油箱汽油不多的情况下 却被烧成灰烬 这 不能不是敌国起疑心 显然 X浇上汽油点火 是个错误的决定 如果 我